从人与人之间,再到国与国之间,经常会因为某些事情,而进行一些争斗。 只不过,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便是规模的大小,又或者争斗的程度来说了。 不过,这些争斗程度已经升级,便是出现十分严重的后果。 不过在,这种情况,貌似不仅仅只是地球上的生命会是如此。 如此,一些科学家在观察宇宙之中的一些星团时候,发现在某外星系团内部,有着几亿个恒星系的星球,大部分都是残缺不缺的。 于是,这些科学家猜测,难道这些星团也是发生过星系大战吗? 在宇宙之中,我们人类的猜测,一直都是弱肉强势的法则。 这些观测,让许多的科学家都十分疑惑。 太阳系的情况也和那些星团的情况十分相似。 除了地球以外,整个太阳系,便是没有一颗星球上面,是有着生命的存在。 而且,在太阳系的这几个星球之上,还都是荒芜一片。 难道,在很早以前,太阳系也发生了一场星球大战? 这种猜测,也不是没有根据的。 在这么大的一个太阳系之中,地球上面,升级勃勃,十分繁荣。 而太阳系的其他星球,死寂一片,这种独特的情况,十分的惹人怀疑。 而且,这就又有一个疑惑了。 要是在以前,太阳系真的发生了什么规模强大的大战之后? 咱们所在的地球,怎么能置身世外,好像完全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呢。 因此,便有一些科学家猜测,地球应该不属于太阳系的本土星球,应该是在太阳系发生大战之后,才来到太阳系的。 在科学家的分析之中,早期的太阳系,每一个星球之上,都会有着很多的生命存在。 而且,每一个星球上面的文明程度,都会比地球现在的文明程度要高得多。 只是,在随着科技的发展,太阳系之中的各个星球之间,开始出现了一些摩擦。 甚至,还有一些星球的物种,也先勃起,想要称霸个太阳系。 于是,在不久之后,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,就发生了大战。 由于当时,每一颗星球上面的科技发展,都是直分先进,所产生的武器,更是强大无比。 因此,一场大战下来,各个星球上面的生灵,几乎是死伤殆尽。 只有极少数的生命,逃过一劫。 但是,这些生命,在看到自己的家园,被毁灭得毫无生机以后,也都离开了。 而地球,就有可能是在那场大战之后,被大战的唯一撕裂了空间,而从远处吸引过来的一颗星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